環球大戰線 深入世界最前線 或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兩岸大事國際政經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節目一開始歡迎嘉賓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台大政治系教授 佐鎮東老師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文化大學廣告系教授 紐澤勳老師 思敏各位大家好 美國共和黨前亞太區主席 方恩格拉斯 大家好 好觀眾朋友我們來關心的是 《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3月11號它是透過了影片 再次重申了這次華府智庫的 戰略技國際研究中心CSIS 它是以2026年如果 台灣爆發戰爭所做的兵棋推演 這一部影片的觀看率非常的高 主要是由兵推的主持人 坎西恩他親自的上陣 從原本他說是 一共有24套的兵推結果中 他選出了最有可能的一種結局 來做分析兵推所進行的方式 好美軍他是說呢 這個兵推結果是顯示 在三週的作戰當中 美軍的陣亡人數會達到3200人 如這個標題我們所看到的 但是呢還是會以產勝來做收場 中共的部分 它的戰損會比較嚴重 預估共軍會有損失大約1萬人陣亡 損失的其他東西 還包括155架的戰機 還有138艘的艦隻 好在CSIS想定的多數劇本當中 共軍的損失都比美軍還要大 我們請教左老師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CSIS 他現在做的這個兵推 他是認為說最有可能的一個劇本 美軍的部分損失是3200人 共軍達到1萬人這麼多 老師怎麼看這個打的是抑制戰 共軍會為了擔憂這1萬人而決定不打嗎 首先我們第一個知道就是說 以共軍共共產黨對於這個 所謂台灣的這個問題的態度來看 他當然不會因為1萬人而不打 那如果說美軍真的能夠有效的 遏阻共軍渡海 那重點不是因為他打死了1萬人 而是因為他能夠阻止1萬人之後的 其他部隊登陸台灣 所以重點是能不能登陸 而是他 而不是他這個 而不是中共願不願意犧牲這1萬人 不過我覺得我們要看到這些的推演 其實先不要掉進這個推演的結果 而要看推演的意義 那過去美軍在推演裡頭 很多次都是美軍敗給了這個共軍 那其中一個背後的原因 除了兩軍的這種實力 共軍的實力不斷提升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美國也有一些人呢 希望那個政府增加國防預算 增加軍事準備 那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戰爭 模擬戰爭其實它的意義在這裡 那現在就講到說 為什麼最近這個華爾街日報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報道呢 因為其實這個推演 是一年以前的推演 那你去看CSS的網站 它也沒有再推銷這個 一年以前的兵推 所以華爾街日報主要的 因為是它自己 它在3月11號有一篇這個社論 社論在批評拜登政府的 這個國防政策 它認為拜登政府的國防投資 國防預算是和平時代的國防預算 而中共的國防預算 是戰爭時代的國防預算 所以兩者相差越來越大 那麼這樣子的情況 他講到就是說 拜登目前的這種國防預算 它的規模只相當於 美國在冷戰後的那個時候 就是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結束後 那那個時候跟現在他說 是窘然不同 因為有俄乌戰爭 有以色列在這個加薩走廊的戰爭 還有這個所謂台海日漸 升高的緊張的情勢 所以他認為拜登的 這樣子的準備 其實已經不足以 因應這些新的環境的需要 同樣的他也 其實CSS最近也有一篇文章 雖然CSS沒有在提到自己 沒有在他的網站重播 他在過去的這個 在一年以前的兵推 但他的確有一篇報道在談到就是說 現在美國的軍事準備 其實已經被中國大陸所超越 他講的軍事準備 主要就是在國防工業的投入上 美國其實有很大的 加強改善的空間 是 不管是在國防預算 或者是在國防的一個工業上面 都覺得現在已經不足夠 太少了 繼續請教Russ 他這個推出的這個兵推 剛剛講到是說產勝 那現在這個時候 推出這樣的官方結局 你覺得是做一種大外宣嗎 你怎麼看他現在這個兵推的結果 我們要記得一件重要的事情 CSS和其他的華府的支庫 他們是依賴政府的錢 不管是美國政府或外國政府 比如說台灣 所以他們每次有報告或兵推 都是背後有特別的意義 那是繼續要賺進錢 所以如果他們覺得 美國沒有準備好 台灣沒有準備好 他們就會推類似的兵推 報告等等 因為他們真的是 都是為了錢 我知道我這樣說 是有一點難聽 但是我們要說實話 這些美國華府的支庫 他們都是依賴外國政府 或美國政府的錢 而做他們類似的兵推或報告 所以他們是覺得還沒有準備好 現在才推出這樣子的影片 對 這樣的話 他們可以繼續賺進錢 因為他們的專長會說 我們可以把目前很壞的情況 往另外一個方向走 只要你們美國政府或台灣政府 繼續給我們錢 我們可以幫你提供很多相關的資訊 以便做好國防的準備 所以是否也符合現在拜登的 這個一個宣傳方向 你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對拜登 他本人來講 他不會注意到這件事情 因為對他來說 目前今天最重要的事情 是連任成功 對不對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候 拜登 我覺得他大多數 大多數時間是投入在內政 他不想管這麼多的外部的情況 是 好 這一次的兵推當中 我們繼續帶觀眾朋友來了解 他們做了一些不同的 一些戰況的分析 首先這個一次的兵推 還包括了說 每日如果一起參戰 在當中是做一個 想定的一個基礎 那平均來說 會有哪些損失 他也做出了一個統計 他說美軍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到 空軍戰機 他說會損失270架 日軍則是112架 海上的部分 潛艦的損失 他說美軍是17艘 日軍是26艘 好 在這個24套劇本當中 剛剛講的是說 我有這個 每日一起來做參戰 但是特別也提到說 如果是台灣自己去單挑的話 那麼結果會是如何呢 結果我們來看到他所做的結果 是說預估10周的話 共軍就可以拿下台灣 但是他的傷亡人數 會高達7萬人 好 這一套劇本當中 我們注意到了 沒有將這個台灣單挑納入 但是會不會有可能 這才是最有可能的狀況 基本上台灣單挑也就是說 台灣單獨面對對岸 去進行這整個戰爭的一個行為 來講的話 這種可能性當然是存在的 為什麼呢 其實邏輯非常非常簡單 第一個你看烏克蘭的一個例子 也就是說俄烏戰爭的一個例子 來講的話 美國或是西方的一些相關盟國 他其實是進行整個 後勤的相關一些支援 並沒有派武裝部隊 去幫烏克蘭去打俄羅斯 那所以從這樣的一個經驗來看的話 你要美國去派實際的一些部隊 去進行這整個參戰的一個動作 我覺得有相當程度的一個懸念 因為畢竟他就涉及了 這些美軍的一些傷亡 不管是拜登連任 或者是川普又回國當總統 你這樣的一些相關的一個決策 直接派兵的一個決策 坦白講 都會受到在野黨嚴厲的一種挑戰 那美國國內的一些公民團體 可能也會對直接參戰 有相當程度的一些意見 這是第二個原因 那第三個原因來講的話就是說 美國直接的一個參戰 姿勢體大 除了我們剛剛講 可能會損及美國國家利益之外 它可能也會變成 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一個導火線 因為畢竟來講的話就是說 如果美國參戰的話 姿勢體大 可能北韓也蠢蠢欲動 可能俄羅斯也蠢蠢欲動 好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情勢 複雜到美國沒有辦法 去一手掌握這樣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情勢 所以各地爆發衝突或戰爭 這樣的一個可能機會 是非常非常高的 這是第三個原因 那第四個原因 基本上你看這個兵推裡面 所講的一些相關的一些結果 美國可能會慘慎 那慘慎就一般邏輯來說的話 其實不是慎 因為慘慎的話 你美國也會消耗非常大的 一個國家的力量 而且會讓你美國的一個霸權 有相當程度的一種 快速滑落的一種情況 那這樣的一種情況來講的話 是不是美國不可承受之重 我覺得確實有相當程度的一個懸念 是 好 接著劉老師幫我們提到 這個CSIS東的兵推 說美國可能會慘慎 但是會遭到非常大的一個挫敗 因為會很多的人員傷亡等等 這次選定的是最有可能的結局 就是慘慎 那解放軍可能會如何來做這個攻擊 我們來看到解放軍在初期會先 這邊特別講到說 會成功的在屏東的芳僚來登岸 接著美軍的部分會派出的是F22 逆中戰機在台灣的南北兩側 另外我們來看到前艦的部分 也會在台灣西南的南海方向 轟炸機則是會出現在台灣的東側 預估三周而已 高強度的衝突當中 解放軍的兵力就可以成功的 推進到高雄了 所以無法在這邊 可以看到無法的有效的建立眾生 大部分兩棲的單位也會遭到殲滅 好 這一次我們來看到在台 美日的聯合攻擊之下 登陸的解放軍兵力最終 也可能他說會成為戰俘 好 請教Russ如何看 這個CSIS特別選定了這個 所謂的官方的結局 你如何解讀 我覺得應該是他們 因為他們知道他們進行這種推演 總是會有人不滿意 或會有批評的聲音 他們可能覺得 我只是猜而已 他們認為這個結果 選出這個結果 選出這個結果是 批評的聲音會比較低了 畢竟他們選這個結果 是台 美 日 第一是有聯盟 第二他們雖然是產生 但是他們最後還是會勝利了 所以他們可能是怕被批評 所以他們就選出這個結果 我認為 台北也是有可能的嗎 聯盟 其實我個人認為 如果台灣以為 真的有戰爭的時候 日本會來幫忙 我真的覺得這是錯的方向 我真的覺得台灣 當然台灣第一是要依賴自己 如果外國來幫忙的話 最有可能是美國跟澳洲 我真的認為台灣不要真的相信 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等同日本真的會排兵來幫忙 是 真的 好 我們繼續來看到的是 另外一方面在中共的部分了 好 共軍的部分已經長期準備好的 包括了在東風還有英籍飛彈 打造的是區域巨址的一個戰法 那美軍的部分 如果派出F22在台灣的這個南北 來做作戰 會不會受到嚴重的損失 請教鄭東老師 好 這個中共其實一直對於美國在 美軍在這個台海的優勢 特別在西太平洋整個優勢 它的做法就是這裡頭所講的 這叫做區域巨址 A2 AD 區域巨址跟這個 區域巨址的這個戰略 但這個戰略的想定是什麼 就是共軍在攻打台灣的時候 美軍會出兵 那麼所以這時候它會用飛彈 就像這裡頭提到這些 不管東風話 英籍的飛彈 去攻擊美軍的這個軍艦 那這種情境裡頭 特別容易受到攻擊 是那個大型的載體 比如像航空母艦 可是現在這個其實是沒有錯的 而且也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使得美軍 必須要思考再三說 它能不能夠在真的有 戰爭發生的時候 第一時間派出軍艦來 那所以說我們看到 在佩洛西訪問台灣之後 那個時候的圍台軍演 那個時候的雷根號 就跟台灣保持了一定的距離 其實它就是要躲避共軍的飛彈 這個攻擊的範圍 它要躲開這個範圍 那但是現在其實 有一點不一樣在哪裡呢 有一點不一樣就在於說 如果這整個情境是 共軍要攻台 而不只是封鎖的情況 那這個時候 你共軍也可能會受到 美軍飛彈的攻擊 對 所以這時候其實位置有點換了 因為原來區域巨子的意思 是要防止美軍進來 但是現在有可能 進入這個戰場的是 共軍的船艦 所以它有可能 也變成是美軍採取 就有可能未來變成是 美軍採取了區域巨子的策略 那雙方都拒絕 都採取方法 都可以用飛彈 去攻擊對方的這個艦體 來防止對方進入這個海域 是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 雙方的這個優勢跟劣勢 可能就打拼 是 所以我認為這個未來的推演 可能會朝那個方向去 但是這也意味著什麼 這也就是意味著說 台灣在共軍登陸台灣之前 其實很難以得到 美軍實質的這個援助 是 就因為這種策略 如果真的轉換過來 變成美軍也採取區域的策略的話 那可能就變成美軍 它不會在第一時間 進入台灣海峽 不會去阻擋共軍對於 這個台海的封鎖 是 那我認為這個 對我們整個戰略想進來講 就要有一個很大的翻轉 是 老師有覺得CESIS 它有低估中共現在的這個能力嗎 我認為其實它這裡頭講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第一個我覺得你看它的數字 它說 共軍會被擊成了155艘艦艇 對 那155艘艦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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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事实上来讲 因为这种飞弹 或者说区域拒止的情况下 共军的这个策略 就是要避免双方 进行海空的决战 我认为在这个推演上 可能CSIS没有完全纳入 这样子一个想定 当然它也没有纳入 我刚才讲就是 未来有没有可能变成 美军也采取区域拒止的策略 那那种战争的情境 就会完全不一样 好 我们继续来看到说 这场战争如果爆发的话 台湾到底我们的战争 是不是适用现在 类似在乌克兰的一个空间 这一场这个兵推当中 这位主持人他也特别表示说 一旦这个战争 如果真的开始的话 他提到说物资或是人力 都很难送进台湾 因为跟乌克兰是完全不一样的 乌克兰的部分 他能够经由陆路 来去接收到美国 或者是盟邦的一些援助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主持人还特别强调说 现在无论台湾 但是想以何种方式来进行战斗 都要有所准备 而且特别提到说 在开战前 你就已经要完成准备了 因为开战之后 你几乎就是很难进来的意思 好 请教牛老师怎么看 我们来看到现在 这个军售武器的部分 2023年 美国对台湾说要军售 那其实现在来看到 这个数字统计 军售武器还有191亿多的 一个军售武器 到现在还没有交付 大家也很担心 就是说为什么到现在 都还是没有办法给台湾 大概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来讲的话 但是受到乌尔战争的一个影响 也就是说 美国跟西方的一些盟国 他们其实是支援乌克兰 相关的一些武器设备 也就是说需求恐急 的一个情况之下来讲的话 连供应乌克兰相关的一些武器 其实美国就现阶段 它的国防工业 可能都在考验 它这样的一种 满足需求的一个能量 也就是说乌克兰的一些 相关需求恐急的武器 现阶段都还没有办法满足 的一个情况之下来讲的话 台湾当然是比较次要的一个概念 这个当然是第一个原因跟理由 也就是说延伸出来来说的话 美国在这整个武器 军售的一个授予上面 或者是播发武器上面来讲的话 它会有一个priority 也就是说会有个优先顺序 那就现阶段来讲的话 乌克兰的一个情况 当然是比台湾要紧急的多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就凸显出一个优先顺序的一个概念 这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来讲的话就是 因为前几年都COVID-19 都是疫情的一个关系 这个疫情来说的话 它就一定会影响 这整个武器上下游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供应链 所以导致这整个武器需求 大增的一个情况之下 但是因为供应链受到了影响 所以就会产生 这整个武器交货方面 可能的一些延迟 大概有这几个原因 是 除了这个有乌克兰现在比较急之外 还有疫情的产业链受到影响 如果是以政治方面来讲 Rus 你觉得说 美国对台军售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来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最大的理由还是 美国是这个排行 一定是把乌克兰当成priority 不是台湾不是priority 但是我们都在台湾 我们当然会觉得这样是不好 因为台湾已经付这么大笔钱 然后东西武器还没有到 但是供应链其实有它的问题 那就是真的没有能力 不管是哪一家的军火商 他们真的目前是没有能力 在同时把武器给乌克兰 也给台湾 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 所以台湾不得不接受这个情况 但是会不会去世多久 这个也是一个大的问号 我们不知道明年 或要等两年 三年 或什么时候到 我对这件事情真的是不乐观 可能会还拖几年吧 这个问题我再补一下 就是说其实也有一些 相关一些统计的资料 他们显示就是说 大概是传统武器 大概缺了66% 比如说F-16的一个战机 或者是M1 A2的一个战车等等 大概是66% 那另外来讲的话 大概有22% 可能是一个不对称战争过程中间 所需要的一些相关的武器 那14%多的话 大概是弹药 所以就一般的一个统计资料来说的话 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些相关分布 是 好 谢谢刘老师的补充 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 科技战越烧越旺 我们来看美中之间 这个科技战火持续烧 美国再次的对中国大陆祭出 更加严厉的科技制裁 我们来看到的是 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近日 他在菲律宾首都马里拉 记者会上面的一个发言 可以来稍微看出现在 两国的关系到底有多紧张 可能会一触即发 雷蒙多他在这一次的 记者会上面被问到了 针对中国是否有新的 一个晶片出口管制名单 他表示将会来持续的考虑 甚至他还说他每天醒来 都必须要问自己说 我们做的够多吗 好像大陆就是美国的 这个最头号公敌 雷蒙多现在每天一醒来 都怕说自己对大陆的制裁 是不是不够多这样子 Russ 你怎么看 现在其实美国制裁的名单当中 已经有上万家了 这个科技制裁继续下去的话 真能够打击中国大陆的 科技制裁吗 怎么看 首先很难想到 从当这个小小州 Rod Island的州长 变成抗中的斗士商务部长 真的很多人没想到 而且他抗中的态度 还比国务卿或国防部长 还强了 所以他才说这句话 我们做的够多 所以在剩下的一年时间 我们不知道谁会当总统 对不对 明年谁会当总统 剩下的不到一年的这段时间 他可能会再有几波的制裁场上 他真的认为这个方式是符合美国国家安全 也是要保护美国的科技业者 而且他这个做法到目前为止都是获得 不管是共和党或民主党国会议员都会支持 总统也会支持 总统没有介入说你这样子做是太过多了 对不对 所以他会继续做下去 可能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会连入相关的名单 是 这Ross你怎么看会击垮中国的科技自主吗 你是说这个制裁会一波一波越来越多吗 我常常说美国或其他的国家 不能低估中国的研发能力 所以最多有这个名单 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的话 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研发的时间 可能会颇延 延长 但是中国还是会研发 我们看最近 不管是哪一家的手机火晶片公司 我说大陆方面 他们都有他们的研究成果 所以不能百分之百组织 中国大陆的相关科技企业 是 好 抗中斗士 现在雷蒙多被这样子形容了 那他当然也是特别强调说 他不会忘记他的工作是保护美国人民 然后确保这些尖端科技 包括半导体AI的发展 但他也特别提到说 不能允许中国为了自身的军事进展 取得比较先进的科技 好 我继续请教Ross 现在是说这个川普是很有可能会当选总统 那你怎么看 接下来他会延续拜登的政策吗 尤其是在对中国的科技制裁这个部分 你怎么看 还是会加强力道 一定会加强 我认为我们可以做比较 川普政府那个时候有什么样的 对中国的贸易证事等等 或多少中国科技公司也在相关的名单 那拜登有做什么样 或川普部长有做什么样的动作 但是我真的认为 如果川普回来执政的话 拜登对中国的相关措施 尤其是在贸易方面 如果真的有川普2.0的话 会比拜登政府大一倍 大一倍 大一倍 对 会做double的相关的动作 而且到时候我真的认为 川普其实川普 如果真的这样当总统的话 他会把个人的focus 可能会在国内内政方面 但是他的幕僚团队 会有一大堆很抗中保抬的人士 所以相关的动作 我真的认为比拜登政府会大一倍 而且川普不会在乎 他会让幕僚想对中国 有什么样的措施 川普的态度会是随便 你们随便管就好了 所以你是说他对中的态度 会强硬大一倍 但是他同时又比较focus 在他的内政上面 所以他就会让相关的幕僚 不管是贸易方面 国防方面 国务院等等 相关幕僚 他们想对中国怎么样 就可以怎么样 OK 那毕竟他是不可预测性高 但他也是商人 那你觉得他之后 如果跟这个大陆的谈判 可能会比较有空间吗 如果相比这个拜登的话 科技方面不会有谈判的空间 我真的认为到时候 如果真的有川普2.0的话 不会对这些 针对中国科技业者的相关措施 川普不会想roll back 而且如果真的有下一个 跟中国的贸易的协定的话 我认为川普的focus 会在农业方面的农业出口 科技方面已经有相关的措施 真的不会roll back OK 好 我们继续来看到 现在美中关系紧张 我们刚刚提到说 美国对大陆的出口黑名单 已经提到说已经不断的在增加 那当然中国大陆就要想到一些 应对的一些方法 所以他现在是说 已经豪杂更多更多的钱 在投资这个晶片上面 尤其是他们想要特别关注的部分 我们来看到是这个 由财政部所主导的一个大基金 好 这个基金我们从画面上来看到 其实分成三期来实施 这当中因为是我们已经实施了一阵子了 2014年就有第一次 2019年我们可以画面中看到 已经是第二次了 接下来是第三期的规模 是达到了3000亿人民币 好 这个资金其实远超过前面两期 刚刚说了3000亿当中有600亿左右 是财政部出 剩下的话还有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投诚 公司 国企等等来出 好 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大陆的 经济压力确实是比较大 现在还搬出这么多的钱 要搞大基金 代表这个有一定的重要性 郑冬老师怎么看 好 首先其实前一阵子 大家对于这个大基金的质疑 主要是在于说 到底钱从哪里来 因为大陆最近的经济状况 好像不是很理想 那包括5%的成长率 很多人都怀疑说 到底有没有5% 不过整体来说 大陆大概能够有这个底气 在去扩充它的大基金 有几个来源 第一个我们看到中央政府 大陆的中央政府的负债率 在相对于其他的这个 工业化国家来讲 其实是偏低的 是比较低的 它是中央政府负债的比例 那大陆自己的公开的说明 就是这个中央银行 这个人民银行的行长 潘工胜 他的说法说 大陆中央政府的这个负债 是21% 就GDP的21% 那整体的政府负债 加上地方政府是30% 不过有的西方国家的这个国际机构认为说 其实没有那么低了 大概应该是86% 但即使是86% 其实还是低于像美国跟日本 因为日本是200%多 对 所以说当然它的政府负债是低 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负债是比较低的 那这个当然就认为 这被认为说是它可以再继续扩大投资的一个主要的来源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说 它现在这个大基金主要还是通过 像这个国营企业跟地方政府来募资 对 投陈等等 所以说它这种方法呢 也会使得它这个资金来源呢 有新的来源 有其他的来源 第三个 大家如果注意到 在刚结束的两会上 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头 李强提出来说 要发行一兆的超长期特别国债 所以你看它现在其实也要扩大它的财政支出 所以你大概已经看到这个迹象 所以钱大概不会是很大的问题 在这个新的大基金里头 老师觉得说 它这个搞出这么大的一个基金 对于晶片会有一定的救世程度吗 我觉得信心一定是会有刺激作用 一定会有刺激信心的作用 就是会鼓励更多的人 投入在这个基金的生产里头 但是到底它会不会是带来一个 所谓优质的成长 因为像这个保罗克鲁曼 他在1994年那篇 亚洲经济奇迹的迷思里头 他就分别所谓的这种 intensive growth跟extensive growth 就是说你是追求量的成长 还是值的成长 那你大量的资金投入 一定会带来量的成长 可是会不会有值的成长 就要看是什么样的企业 他又怎么样去执行这一笔 他们得到的这个资金 那那个我觉得才是关键 好 量可以很多 但是值还是最重要的 不过我们来看到 它这个大基金特别里面有扶植到 确实很重视的一些质量 这当中有一些公司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先来看到 这个记忆体制造大厂长江存储 它在2022年被美国纳入的制裁名单之后 最新来看到的是蓬勃揭露了是 美国现在在考虑将大陆的强新存储 这一间是记忆体兼设计还有研发的制造商 也一起纳入了在黑名单当中 来遏制中国大陆先进半导体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黑名单已经越来越多了 那目前包括华为中芯上海微电子 一共36家都在这个黑名单的名单当中 我想请教牛老师 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个黑名单当中制裁的部分 过去这个逻辑晶片我们能够理解 比较先进制成 但是现在是连低润 这个记忆体的部分也纳入了 对 这个伤害有这么大吗 美方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 基本上我认为就是说 其实未必是一个小题大做 他今天会做这些相关的一些动作 绝对他都有一个理性的一个盘算 我认为就是说 大概有几个面向的一个脉络 第一个来讲话 当然是在美中博弈过程中间 美国争取筹码的一些相关的操作 因为在美中博弈过程中间来讲的话 你通常是打打停停 打打停停 核战两手策略 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议题面向上面 你势必得做一些相关的协商 或者是谈判 我今天禁止中低阶的相关晶片 或半导体相关的一些设备 基本上这个就是美国的一个筹码 我就可以作为筹码 去跟你做一定程度的一个相关的一些 或者是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利益交换 这个对美国来讲的话 当然是稳赚不赔的 那我今天就先多限制你 好 我多限制你 这就是我的一个筹码 这是他第一个考量 那第二个考量 我认为就是说 是一个兼闭亲野的一个考量 我们刚刚也有提到 这个制裁的一个黑名单 好 兼闭亲野的脉络就是说 我什么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源 我都要防堵到滴水不漏 因为他们也很清楚了解 现今中国他们现在在发展 整个自主的一个半导体 或是晶片的相关的一些产业 好 比如我们刚刚所讲的 也有一二三期的一个大基金 作为整体的一个挹注 而这个大基金的一个挹注来讲的话 每三期它都有 每一期它都有它一定程度的 一个战略规划 或者是它要达到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目的 那美国对这个部分 当然是有一定程度的一种 心理上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压力 因为毕竟我能够在这个整个晶片制程 或是半导体产业的一个上面 去防堵你 不让你拿到这些高阶的一些晶片 或者是这些相关的一些技术 我就可以在这个领域 在这个全球议程上面 去把你给甩得远远的 让你看不到我的车尾灯 那所以我会认为就是说 兼闭亲野也是美国在战略上面 这个合理的一个逻辑 好 那第三个就是说 因为拜登政府 我觉得这个出手的一个动作 他可能也有某种程度选举的考量 刚刚Ross也有特别提到就是说 如果今天拜登要跟川普 在这整个反中的一个议题上面 去做一定程度的一个较劲 或者是决战来讲的话 拜登他会有相当程度的压力 一般人会认为 川普对于中国的一些相关限制 或制裁的一些动作 强度跟广度 一定会比拜登要来得高得多 那所以拜登政府 如果在这个环节上面 不敌川普来讲的话 对他的一个连任之路 可能会投下相当程度的一个阴影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 也可以跟选举的一个脉络 去做一定程度的一个结合 也就是说 拜登在抗中议题上面 他的一个加码的一个程度 希望能某种程度的制衡川普 是 美对中的制裁 除了有产业上面的考量 还有政治上面的考量 好 我们继续来看到 这个美国对中国 继续的制裁之下 刚刚这个周老师帮我们提到 这个大基金很重视质量 那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 一共是分成三期 刚刚我们也帮观众朋友 大家看到这个实施的年限 那我们也看到他第一期做了些什么 他主要是在帮助设计加工 封测这些晶片的环节 那到第一期的时候 帮助了中芯国际这种 代工巨头就是快速的崛起 再来我们看到第二期的话 他把他的这个 帮助的焦点逐渐转到 这个设备还有材料上面 到了第三期的时候再加重一些 他在设备上比较不足的层面进行帮助 好 大家都很知道这个中芯国际 他之所以这一次出名 是因为他在去年成功的帮助了 华为新款的5G智慧手机 这一款是Mate 60 Pro 那他做的这个7奶米当然就是受到大家非常的关注 因为有一个技术上面的突破 Ross可以说这个基金看到一些果效吗 我认为美国对中国的研发 他有底估的地方是包含能力跟速度 所以我不能 我不会说美国是不了解大基金的投资方向 或投资那一科技业值那一方面 但是美国真的是低估 这个研发能力跟速度会多快 自己会也研发 而且每次中国有研发的 全国美方会说 这个科技都是你 这个IP这个智慧债材 都是你们从美国偷走 其实不是 每次不是这样子 中国的确有它的研发能力 我们也要记得一件事情 美国制裁和黑名单这么多中国企业 我限制美国和欧洲企业出口到中国去 那这样的话 美国的情报单位也失去一个掌握讯息的一个管道 因为本来你可以跟业者讨论 从业者的经验 业者的中国大陆的顾客的要求来做分析了 那现在黑名单那么多中国企业 那就失去这个管道 来了解中国的目前的真正的情况到底是如何 是 好 那我们继这一份这个基金的部分 我们继续来看到 其实它也出现了一些乱象 这个乱象包括说它出现了一些晶片烂尾 甚至说本来管理这个基金的 这当中一些管理人还涉及到一些贪腐的问题 请教郑农老师如何看 这个基金也有一些负面的声音可能产生的问题 好 这里头其实一个制度性的结构问题是什么呢 第一个 因为它的很多的这个公司 都是所谓的国营事业 那在它这个招募的对象是比较 相对来讲这个名单比较封闭的情况下 它的竞争不足 当然就会容易 就会比较容易产生贪腐的问题 第二个当然是因为它涉及到很多这种产业的机密 或者是政府的机密 那这种机密的这个管控呢 当然就使得它也容易产生贪腐 就是因为当你不透明嘛 不透明它当然就缺乏了监督的力量 所以它完全等于要靠中共中央 通过这个检察组进驻 来去处理它的这个调查 来去处理它的这个内部的管控 所以这个力道其实相对来讲 是比较不足的 因为真正来讲一个开放的社会 它依赖的是人于全民的监督 那通过这种公开的资料 那让大家都可以去看到 它在做什么 怎么做 那这样当然有助于去抑制它 那我觉得整体来讲 这个所谓大基金的这个管理的问题 我觉得未来还是会要面临到这些问题 也就是说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第一期其实是非常成功的 那时候第一期成功主要原因是 因为来自很多外商进来投资 所以很多外国的大的晶片商都进来 然后第二个就是 那当时它设定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封存 就是封测 这些就是所谓的下游端的这一端的产业 其实是符合大陆的所谓的这种比较利益的 那你现在足迹往上 你要进入所谓的制造设备这一块 到底大陆是不是进 这个是不是大陆符合 符合大陆的所谓的比较利益 还是说这个是中共中央上层去交代 认为我们就要作为一个晶片强国 我们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如果你的这个产业的选择本身 并不是一个符合你真正的比较利益 能够切入现在的这种全球的分工 那当然它就会出现问题 再来当然也牵涉到就是说 你未来的产品能不能出得去 因为大陆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晶片市场 但是作为这个出口呢 其实还相当有限 那如果你未来 这个你要发展大的这个晶片产业 你还是要依赖 某种程度还是要依赖外面的市场 特别是在高端的这个产品上 那这个时候 你就要去克服那些西方国家 对大陆的这个制裁这部分 那这个部分能不能有效地突破 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 会影响到大基金能不能成功的关键 是大基金能不能成功 包括这个制程上面 要不要选定 特别选定一个最擅长的制程 还有这个市场 未来的市场到底在哪里等等 对不起 牛老师 你觉得说这个基金的 撒了这么多的钱 它的成功率的部分 也帮我们来评估 我觉得基本上来讲话 据说话 因为就前几期来讲话 可能就是像 我们刚刚有特别讨论的 可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盲点 或是限制 甚至是一些弊端等等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大陆在这整个大基金 那个第三期来说的话 它一定会有一些相关 防币的一些机制 去避免以前的这些 相关的问题盲点 再次出现 所以我觉得在 这整个经验值的面向上面 它会有相当程度的累积 第二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说 因为美国这波的一个攻势 坦白说 非常非常的凌厉 美国就是希望能够 把中国在这样的一个 产业的一个面向上面 去逼到墙角 所以中国方面来说的话 它的压力势必非常非常的大 某种程度来讲的话 就有一点再退一步 急无死所这样的一种概念 所以我反而会认为就是说 它为了不避免 它为了避免被美国逼到墙角 我觉得任何可能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操作的一个逻辑 或者是一些战略跟战术 可能都会投注在这样的一个 大基金那个第三期上面 因为毕竟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 每一期这个大基金 它都会有一些战略目标 相关一些设定 那你就第一期第二期来讲的话 也会获取相当程度的一些know how 所以我觉得就这个整个 大基金的第三期来说的话 或许它还有相当程度的 一些立即存在 这一期我们要来关注的是 身价人民币高达4500亿元 也换算新台币达到2兆元的这位 他是中国大陆的首富农夫山泉的董事长 叫做钟闪闪 近日他辞去了农夫山泉旗下 两家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一个职务 卸任的原因是否和近期公司 遭到这个强烈的攻击有关系 目前来说是无法证实的 不过我们来关心这一间民间企业 为何一系之间 现在在中国大陆变成了过街老鼠 甚至导致我们看到它的股价 在2月28号之后 一度就这样持续的暴跌 超过了6% 市值蒸发港币300亿元 换算新台币高达了1200亿 主要原因之一是否跟这个有关系 我们来看到是农夫山泉 最近旗下的产品 叫做东方树叶 因为它的这个品名 还有它的包装 我们看到这边 画面上这边这个包装 充斥日本的一些元素 在近期是被网友痛批 这根本就是媚日 甚至有入华的一个嫌疑 遭到大陆的网友给爱国出征 好过去一年来我们带大家稍微看到 这个中闪闪他辞去了一共是12家的旗下公司法定代表人 但是他现在还是有87家的一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大家就会看到说 中国大陆的首富 最近这些富豪是不是下场都不太好 到底怎么一回事 这一件这起事件跟他辞去了这个代理人到底有没有关系 刘老师 其实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去借由几个个案 就去断定就是说中国富豪 在近几年来讲的话 他下场都不太好 只是就是说如果就一个比较观念 比较七八年前是更早来讲的话 一般我们认为中国富豪 他的一个地位 基本上是跟政府似乎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平起平坐 那只是就是说最近几年来讲的话 你会看到一些相关的一些事件 大富豪马云也变得非常非常的低调 那这一次呢 中闪闪又因为这样的一个农妇三权 他们的一个外包装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设计 又被爱国的网友去做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出征 那因为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主要的一个脉络 他现在是辞了大概12家公司的职务 那但就是说还有87家 那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呢 我会认为就是说 还是会以这整个单一个案来做一个判断 也就是说这一次的一个个案来讲的话 他其实是受到整个的一个爱国情绪的一个出征 被认为就是说他这个农妇三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设计 可能有一些日本的一些风格 或者是有一些比较让网友觉得像一些日本的一个元素 那所以有一些比较激烈的一个网友就认为就是说 这可能是个昧日相关的一些情况 或者是一个有辱华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那但就是说你也会知道就是呢 农夫三权坦白讲 他其实是大陆的一个矿泉水 非常主流的一个品牌 他的竞争对手大概就是娃哈哈 那个时候来讲的话 他的slogan农夫三权有点甜 基本上大家也能够朗朗上口 对他这个品牌印记是非常非常强的 那如果各位记得的话 2017 18的时候 爱奇艺有个节目非常非常的夯 就是偶像练习生 那偶像练习生来讲的话就是呢 因为大陆都会有节目的一个贯名赞助 贯名赞助 那那个时候呢 农夫三权的维他命水 就是偶像练习生 这个非常夯的一个节目的一个贯名赞助 独家贯名赞助者 那因为那个节目来讲的话 就是说很多网友 他要借由投票权去支持他的一些偶像出道 那那个时候来讲的话就是呢 你买农夫三权的话 你就会有投票码 那你如果买一箱的农夫三权来讲的话 你可以投48次 是 你可以投48次 所以你会发现到就是说 农夫三权在之前是多么的夯 是多么的夯 那可是就是说因为这样的一个 你的设计包装的一些风格 有一点像日本风来讲的话 就被网友出征 那近几年来讲的话 因为大陆的一个民族主义的一个情绪 或是爱国主义的一个情绪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高涨 那所以都会有类似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品牌 其实被这些爱国网友 或者是民族主义的一个网友出征 包括国泰航空之前也有一个事件 大概是去年的一个事件 就是空服员 空服员一个大概是一个一位陆客 因为大陆的乘客 他要毛毯跟 他要毛毯嘛 但就是说他那个英文 毛毯跟地毯似乎没有分清楚 那所以空服员就反讽他说 那要等你把这个毛毯的英文讲清楚 讲对之后 我才能给你毛毯 这个事情又被延上了 又被延上 那后来国大航空也知道资质体大 就马上进行了一个道歉 大概连续进行了三次的一个道歉 所以你就会发现 近年来有非常非常多 这些相关的一些事情 包括爱迪达有一个广告 就是爱迪达的球鞋下面 踩了一个类似中国的一个淘气 那后来又有网友说 这个淘气类似 好像是山东出产的一个彩淘 等等之类的 那所以又有网友去反映给爱迪达 爱迪达就是去做一些 相关反应抗议的一个动作 那后来这张照片也就被拿掉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就是说 近几年来讲的话就是 大陆的一个爱国主义的一个风气 民族主义的风气 是非常非常甚的 但是坦白讲 他可能会是一个双面刃 也就是说你爱国情绪如果走到一个极端的情况来讲的话 好 那就变成过犹不及 那就变成过犹不及 就会产生相当程度的一个风险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中国大陆内部也有官员 在针对这个部分去提出一些相关的提醒 我觉得某种程度至少有一个平衡 是 牛老师也帮我们特别谈到 担心是爱国情绪到一个高点的话 会有其他相关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单一事件 但是中国网友是真的非常的气愤 官方的部分目前的定调 还是说希望能够去理性 控制这股情绪吗 要不然官方可能会担心伤到企业筋骨 郑冬老师你怎么看官方的态度又是怎么样 好 这个其实大陆的爱国主义 这个我们现在叫做民族主义 其实是90年代大陆开始推动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 那那个爱国主义教育当然就会变成说 大家会对于这个很多的历史也好 或者现状也好 有一个特定的看法 那这个其实最初是从官方开始推动的 但是慢慢慢慢 他也会有一些对官方的这种一些推动的政策也好 或者做法也好 会带来反噬 现在这个对于这个农夫三权这个 其实就比较像是这种状态 那为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其实大陆在前两年 对于这种这个民营企业加强管理之后呢 有一些事情就感觉到说 对有一些做法就让民营企业觉得 他的这个经营的积极性受到挫折 他的这个经营环境受到影响 那这个其实对大陆整体经济是不好的 所以大陆从去年开始 他在发改委里头设立的这叫民营经济局 开始强调要保护民营经济 要鼓励民营经济 所以这是为什么他现在对于这个 所谓这个农夫三权这个问题 他会这么谨慎 那我觉得反过来看 就是说这个爱国主义教育 从中国大陆的政府开始推动以来 他也某种程度逃出了这个官方的控制 因为既然这个爱国主义 是一个官方认定的意识形态 所以很多事情都可以借着 这个意识形态去表达 所以某种程度他未必一定是去 为了一个爱国的目标 他可能是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 有时候是用爱国作为一个旗帜来反政府 有时候是用爱国作为一个情绪 来对付你的对手 比如像这一次 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 因为刚好那个瓦哈哈的这个创办人 钟庆后他去世了 那所以大家就讲说 这个原来这个农夫三权第一桶金 是从瓦哈哈来的 那他可能对瓦哈哈这个钟庆后 怎么样又怎么样 所以他是从一个非常个人的故事开始发起的 但我认为这个背后也有着两个品牌的竞争关系 那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在看这个时候 不能只是单纯的只是从爱国主义 或者民族主义这个角度去看它 是好 我们持续关心爱国主义这个话题 我们再看完中国大陆 我们来看到美国的部分 美国部分呢 其实过去也有这个JP Morgan 在1907年拯救美国的金融恐慌 那也有一些知名的美国的企业家 比较知名的也都有投入在这个当中 包括了卡内基等人 我继续请教Ross你怎么看 美国他又是如何对待这个爱国的企业家 其实我认为美国消费者 不会看大企业的在国外的动作 他们比较会看该公司或老板 他们对美国的内政问题有什么样的意见 支持共和党或支持民主党 我就一个例子 我们都知道Tesla Elon Musk 公司在上海有很大的工厂 对不对 对Tesla来说 大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 但是同时他在X的发言 是很明显 他今年美国大选 不管是国会选举或总统选举 很明显Elon Musk是支持共和党 他的发言是越来越支持共和党 从中间到支持右派的想法 所以美国支持共和党的消费者 他们会认为 Musk是跟我们家在一起 他们真的不会同时在乎 他在大陆的投资有多大 所以我觉得美国消费者 大部分的时候是看 在国内有什么样的动作 不会看在国外有什么样的动作 是他的对国内内政 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样子吗 对 是好我们继续来看到 那至于中国大陆的部分 我们其实来看到被当作标靶的 还有三个所谓的新三害 好这被提出来三个 包括重量级的作家莫言 还有北京清华大学跟饮料大厂 刚刚提到的农夫山泉 好这当中都被当作剑靶 那清华大学这一次被攻击的对象 是因为美国先前制裁了 包括了国防妻子在内的 多所中国大学 但是不包括清华在内 好我请教卓老师 如何看现在这个现象 好这个当然就说明 两会召开期间 是一个很特殊的时间 在大陆来说 一方面好像是一个民主的橱窗 要很多的这种事情 很多的想法都可以在这个时候提出来 但另外一方面 它又是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候 因为整体来说 既然民族主义是一个主旋律 所以这个时候有任何会 刺激到民族情绪的事情 都可能在两会上被放大出来 所以当然是因为 你要把这个事情 放在这样子一个环境里头去看 那么关于莫言也好 关于这个清华大学 我觉得这大概是第一次听到 因为清华大学 你看连这个习近平 胡锦涛 都是毕业自清华大学 所以我想这种攻击 大概很难持续 但是莫言倒是一直有人去讨论它 但我认为这个也是就是 某种程度你可以说是文人相亲 某种程度你也可以说 大陆现在整个社会的舆论来讲 其实就是 有人说是一股左的思潮越来越强 那当然它也是不同的这个想法 在不断地激荡 那但是整体来讲我觉得 因为这个爱国的声音总是比较大声 所以一旦你跟爱国的情绪 是有所抵触的话 大概在大陆其实就会越来越困难 老师怎么看同样的问题 我认为就是说 我认为就是说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可能跟网络的一个同温层现象 也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关系 地人政治 内中之争 战略价值 强权崛起 小博生存 现在与未来 洞悉事件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大前线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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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3 4 4 8